他早期不太容易發現 就是大部分的人發現胰臟癌都已經是轉移出去 已經是晚期的 因為他早期沒有什麼症狀 對 或者是有些人就是很不點 就是不是什麼特定性的症狀 胃的位置稍微不舒服 對啊 以為是胃痛 所以吃吃胃藥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沒有辦法早期發現 等到他真的有比較明顯症狀出來的時候 大部分都已經轉移了 那時候就是在治療 就是已經沒有辦法開刀了 那後續做化療或者是其他 不管是放射線治療 其實效果都很差 這個還是要看大小啦 跟大小有關係 在頭部如果說大一點 他有壓迫到就是膽管的出口的話 那可能會有黃膽症狀出現 那如果說你是在胰臟的身體 或者是尾部的部分的話 大部分真的早期都沒有什麼症狀 可能他就是會有幾次胰臟發炎的 就是症狀產生 那沒有找到其他特定比較就是 會造成胰臟發炎的原因的話 其實也要考慮說 是不是胰臟有長什麼東西 有在定期做健檢 做超音波 腹部超音波的時候 可以看到就是因為胰臟有胰管 俗稱的胰臟癌 它都是從那個胰管長出來的 那所以說如果一開始 真的有一些症狀的話 就是有一些表現的話 可能就是胰管會稍微擴張一點 那這個也有機會就是早期抓到 有家族病史的 然後抽菸喝酒的 然後或者是比較肥胖的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就是 本來健康檢查 覺得身體狀況都很好 突然血糖控制的很差 就是血糖突然飆高起來 這時候也可以懷疑一下 就是胰臟是不是出問題了